第十六題,肥皂溶於水池,櫻霧上的油污被輕油性的一端吸著,再由輕水性的另一端嵌入水中,使油污與櫻霧分離而達到洗淨效果,途中肥皂的去霧作用是排出正確的順序,那麼題目的迅速已經告訴我們大概的過程,那我們從上課所跟各位的講解放在動畫當中我們知道,首先呢是長端的輕油性的一端去抓住 包起來之後拔出來,然後再分開成一小包一小包,然後懸浮在水中,所以我們就可以曉得我們正確的順序是違和 所以第十六題,答案問我們說,圖中肥皂的去霧作用是排出正確的順序,我們答案選的是A,B,G,A,C